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号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 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 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保持战略定例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永远吹冲锋号 把严的基调 严的措施 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激励和约束并重 坚持三个区分开来 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形成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主持会议 习近平指出 治国必先治党 党兴才能国强 新时代十年 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 猛要躯磕 重点治乱 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如何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如何始终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 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 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如何始终保持风轻气正的政治生态 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 解决这些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 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习近平强调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是一项具有全局性 开创性的工作 新时代十年 我们党不断深化 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 不断推进党的建设 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 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 功能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 健全这个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 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 有机衔接 联动集成 协同协调 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 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 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 系统的观念 辩证的思维 管党 制党 建设党 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 对象上全覆盖 责任上全链条 制度上全贯通 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更好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 赋予创造性 习近平指出 要以有力政治监督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 落实建效 政治监督是督促全党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 有力举措 要在具体化 精准化 常态化上 下更大功夫 要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中央决策部署 同部门 行业 领域实际紧密结合 看党的二十大 关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 落实了没有 落实的好不好 看党中央提出的重点任务 重点举措 重要政策 重要要求 贯彻的怎么样 看属于本地区 本部门 本单位的职责 有没有担当起来 要及时准确发现 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做选择 搞变通 打折扣 不顾大局 搞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 照搬照抄 上下一搬粗等突出问题 切实打通 贯彻执行中的 读点 淤点 难点 要推动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实机制 以有力有效日常监督 促进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习近平强调 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 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喜目立信之举 必须常抓不懈 久久围攻 直至真正画风成俗 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 民风 要继续纠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 行业性 阶段性特点 抓住普遍发生 反复出现的问题 深化整治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 常效化 要把纠制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 研究针对性举措 科学精准 靶向整治 动真碰硬 勿求实效 习近平指出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借齿 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 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党规制定 党纪教育 执纪监督全过程 都要贯彻严的要求 既让铁记 掌牙 发威 又让干部重视 警醒 制止 使全党形成尊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每一个共产党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 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 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贯彻党章 维护党章 用党章 党规 党纪 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 增强纪律意识 规矩意识 进一步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 工作生活的习惯 习近平强调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遏制增量 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 必须深化标本监制 系统治理 一体推进 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要在不敢辅上持续加压 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 高压惩治力量常在 坚决惩治 不收敛 不收手 胆大妄为者 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 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 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 代理人 坚决防止政商勾连 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 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 要对比较突出的行业性 系统性 地域性腐败问题 进行专项整治 要在不能辅上深化拓展 前移反辅关口 深化源头治理 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健全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 要在不想辅上巩固提升 更加注重正本清源 雇本培源 加强新时代连结文化建设 涵养求真务实 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 要把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有效贯通起来 三者同时发力 同向发力 综合发力 把不敢辅的震慑力 不能辅 的约束力 不想辅 的感召力结合起来 进一步健全完善 惩治行贿的法律法规 完善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 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习近平指出 健全党统一领导 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党委党组要发挥主导作用 统筹推进各类监督 力量整合 程序契合 工作融合 要持续深化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坐实专责监督 搭建监督平台 织密监督网络 协助党委推动监督体系高效运转 要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 勇于亮剑 始终做到利剑高悬 震慑常在 习近平指出 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力量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必须忠诚于党 勇挑重担 敢打硬仗 善于斗争 在攻坚战持久战中 始终冲锋在最前面 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勇于自我革命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线 砥砺品格操守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作为 在各种风险挑战中 助劳坚强屏障 要增强法治意识 程序意识 证据意识 不断提高 济检监察工作规范化 法治化 正规化水平 要完善内控机制 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 对济检监察干部从严管理 对系统内的腐败分子从严惩治 坚决防治灯下黑 要结合即将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 把纯洁思想 纯洁组织作为突出问题来抓 切实加强政治教育 党性教育 严明法纪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以铁的纪律 打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铁军 李希在主持会议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 深刻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 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 深刻阐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 目标任务实践要求 对坚定不移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做出战略部署 讲话高屋建林 思想深邃 内涵丰富 论述精辟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指导性 针对性 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 是新时代新征程 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引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 起好步 提供坚强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是二十届中央委员的 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中央军委委员 出席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 军队有关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及军队有关单位 设分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 于1月9号在北京开幕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主持会议 9号下午 李希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做题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新征程上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报告 继续